大家好 我是小颖 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据WHO数据显示 中国脑猪中的发生率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每年脑猪中发生病例500余万 其中约有196万人死亡 换算一下 也就是说 每16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死亡 脑中风估计很多人都是有一定的了解 生活中应该会有人出现过 对于脑中风 在大部分人的心中都是觉得来得比较突然 没有任何预兆就发生了 且发作时还很严重 若不能及时地送医 可能会丢了性命 事实上 脑中风不是没有预兆 而是出现的预兆没能被及时地重视 而出现了一些症状 其实就是脑中风之前的小中风 它是身体给的警告 如果能早点发现病 及时地治疗 或许能降低大脑和身体的损伤 除此之外 还要在生活中做一些调整 对预防真正的脑中风会比较有益处 1.小中风来临究竟会有啥表现 1.过性的头痛头晕 脑部血管发生较为严重的堵塞 或者硬化以后就会影响到血液循环 可能还有一些神经组组织遭到了压迫 从而出现脑部能力下降现象 其中出现的问题就会有头晕和头痛 而这种头晕和头痛与正常的头晕头痛是不太一样的 大多数出现的头晕会是天旋地转 眼睛发黑 脑袋也是晕乎乎的 会持续很长时间 而小中风引起的多数都是以过性的 感觉立马就能摔倒 头痛感觉也很强烈 但都会转瞬即逝 对于此种头晕和头痛 即便感觉再强烈也会被忽略 2.不断哈欠 哈欠一个接着一个 看到有如此表现都会被认定为熬夜太久 睡眠严重不足 可明明睡眠挺足的 睡得也挺好 还是会哈欠连天 不经意的就会有哈欠打出来 这种情况发生就不要觉得是觉没睡好了 极有可能是小中风的症状 大脑堵塞变重会损伤到神经 导致神经处于混乱的状态 且大脑缺血和缺氧严重也会出现错乱 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也就会出现反常表现 不断地去打哈欠 3.手脚麻木无力 小中风的发生是血管堵塞的最后阶段给出的忠告 因此在脑血管逐渐开始硬化 或者说血栓已快形成时 神经也就会出现紊乱 再加上宫血不够充足 也就会出现手脚麻木 甚至是手脚无力的现象 这种情况大多也是短暂性的 很容易被错过或者是大意了 4.突然地行走异常 走路是很寻常的一个行为 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行为 在小中风来临时会出现问题 主要出现的异常就在于 走路不能走直线 总是容易偏移 或者说会出现腿脚无力或盲目感 还有的走路会不自觉地歪斜 跛脚 甚至有的人走路就像是喝醉酒一样 这样有时常理的事情发生后 应该立即警惕起来 最好能早点去医院做检查 2.小中风发生后多久能恢复正常 一般来说 小中风其实被发现且及时地进行治疗 并不会需要多长时间 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大概也就一到两周或者一个月左右 具体还是需要看个人情况 这就会涉及到损伤程度 对药物治疗的敏感度 其他方面的护理都会影响到恢复时间 正常轻度的小中风发现的较早 有准确的用药治疗 大概一周左右就可恢复 但没能早发现 已经出现中高等的损伤 治疗不及时就有可能让恢复的时间慢一点 但不管多久 能恢复治疗还是要积极配合治疗 3.如何预防中风 牢记5个亿点 脑中风的预防要从远离危险因素开始 做到这5个亿点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1.吃得淡一点 慢性疾病是中风发作的隐患 不健康的饮食是导致慢性疾病的直接原因 所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饮食从减盐 减油 减糖开始 2.走得多一点 相对年轻人来说 中老年人大多缺乏运动概念和运动习惯 而健康快走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锻炼项目 通过运动干预方式 不仅能够很好地起到减少体内脂肪 降低心脏病 糖尿病等疾病的患病风险作用 3.睡得早一点 研究发现 每晚睡7-8个小时 可使中风危险降低25% 坚持早睡早起 对预防中风的益处非常大 4.体重轻一点 体重增加是血压升高的重要危险因素 体重每下降1000克 血压就会下降一膜 通过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 增少肉类 主食的分量 所以当增加运动 都可以对减轻体重有帮助 5.心情好一点 人的情绪与血压息息相关 当生气时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 血压升高 心理加快 控制血压 稳定情绪是关键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果蔬和白肉需多吃 想要保护心血管就要保证饮食的均衡性 不能总是吃某类食物 尤其是红肉应该尽量少吃 还有就是加工的肉类也是要减少摄入 每日餐食应该要合理的去搭配 蔬菜 肉类 蛋类 豆制品 鱼虾都是要增加摄入 在三餐之外 也可加餐吃点水果或者坚果 对保护心血管都会有益处 这里需要说一下 就是所吃的肉最好能白肉多一点 不容易给血管带来较多的脂肪 还能帮助补充营养 鱼类最好选择深海鱼 含不饱和脂肪酸 由于鱼保护血管 中风带来的危害性是不容小觑的 就算是轻微的小中风也是不能轻视 越早的发现征兆就可以越早的进行治疗 对预防严重中风会有很大的帮助 身体的每一个异常信号都应该被重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